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读一个韩非子预言 白马过关 白马过关 倪悦很会辩论 他主张白马不是马 说服了很多学者 一次他骑着一匹白马过关口 却给白马交了过关的马税 说空话的时候 他可以说服一国的学者 可是在现实世界里 他连一个守官的都骗不了 税 征收的费用 空话 空洞的话 现实 客观情况 这个预言来自韩非子 韩非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 白马飞马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 就是说一种特殊的马 不等于所有的马 韩非表达了他对他认为脱离实际的学问的不屑 但是 这种哲学讨论是有价值的 因为他可以开阔视野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白马过关 倪悦很会辩论 他主张 白马不是马 说服了很多学者 一次他骑着一匹白马过关口 却给白马交了过关的马税 说空话的时候 他可以说服一国的学者 可是 在现实世界里 他连一个守观的都骗不了